俄国人啊,现在在美国人眼里还算不算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对于俄罗斯的印象其实主要不是来自于俄罗斯 主要是来自于前苏联,对吧 前苏联的时代呢,跟美国是为二的两个世界超级大国 那现在衰落多少呢,其实也没有人知道 那通过这次俄乌战争啊,大家发现啊,确实也衰落了不少 我给大家讲这期视频的主要是因为昨天我做的一个视频 我说啊,其实在万斯的眼里啊 他要联俄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万斯的本意是觉得俄国已经没威胁了 有威胁的主要还是中国,因为中国的能力比俄罗斯要强很多 各方面的实力也强很多啊,很多朋友就不干了 甚至过来后台私信骂我,说我啥也不懂啊 我不如说说啊,就是在现代美国社会里面对俄罗斯真正的看法啊 我跟大家讲啊,其实电影上还得这么拍 大家说起来还得这么说,说俄罗斯是一个强国 俄罗斯是五常之一 但实际上俄罗斯在世界上啥水平呢 你看法国你还会觉得它是一个发达国家 虽然说你会觉得它不如你在军事上 但是美国人看俄国人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美国人看俄国人应该比你看韩国人这种差距要大 只是说他觉得俄罗斯还是一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 但他不会觉得俄罗斯是一种科技实力各方面很强大的国家 因为俄国说实话它没有能够威胁美国的任何地方 大家说核弹你敢用吗 我这还是那句话,你敢不敢用 如果核弹算能威胁到美国的一种东西的话 朝鲜也可以威胁到美国 对吧,这玩意就不会让你起飞 就会让你憋在本土上给你炸掉 我不觉得俄罗斯的雷达和防御系统能挡住美国的空军对它的打击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抛开不谈,常规军力的话 那俄罗斯跟美国差的我觉得不止20年吧 至少得在30年或者往上吧 这个东西反正什么东西咱们都是高考拉出来见真章嘛 对吧 就像这个俄乌战争我觉得就是俄系装备的一次高考 那你为啥老抗议这么害怕西方的F16进来呢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对乌克兰完全没有帮助的东西 那这么一款30年前的老飞机 你不应该这么强烈抗议啊 对吧 你不应该这么强烈谴责啊 所以说俄罗斯从装备上啊 包括它海军的表现 什么黑海舰队整个就快被打没了 所以对美国也没有任何威胁了 能源美国根本也不需要俄罗斯 经济你就更不用说了 连中国一个广东省都不如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到不到加州的80%啊 反正连加州也不如 所以说大家想想俄罗斯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水平 就包括我们就说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工业跟制造业 那俄罗斯还有啥厉害的工业或者制造业 对吧 那你说美国还保留了好多高端的工业和制造业呢 那俄罗斯有啥高端的工业跟制造业 普通的好像它也没有 它大量的东西自己也造不出来生产不出来 还得依赖从外国进口 对吧 包括这个我们就说资源也是 俄罗斯刚开始用能源威胁西方 无非就是俄气俄油不贵嘛 对吧 那刚开始从你俄国来欧洲也便宜 那你刚后来你拿能源威胁欧洲以后 把欧洲冻死了吗 欧洲人没车开了吗 美国立马从德萨斯加拿大把这些能源给欧洲输送过来以后 一传一传的运过来以后 你看看现在能源的价格飞涨上去了吗 好像也没有啊 甚至之前有一度能源的价格还回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你不论从军事上 你不论从各种地方来说 跟美国都已经相距甚远了 咱们就说人均 人均中国还能都能到一万两千美然了 我觉得其实你要正按汇率算的话 中国三年之间也会把俄罗斯超过去 然后甚至把他有一定程度拉开去 对把他甩在身后 你说他有什么地方能威胁到美国呢 没有任何地方能威胁到美国啊 金融上 能源上 军事上 国际影响力上 各种各样的方面啊 其实他都影响不了美国 甚至俄罗斯的影响力以前还能在东欧 那这次战争以后 他的影响力还能不能出东欧 我们都已经不知道了 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那为什么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打仗 这安全问题全球关注啊 那美国有种别支援乌克兰啊 那这个不行 美国是世界警察 支援乌克兰是必须的 也可能美帝坏啊 这是其一啊 其二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说啊 你只是个安全威胁 而你不是个致命威胁 大家懂什么叫安全威胁吧 比如说我家有 有个炮楼 上面有三挺中心枪 楼下有个乞丐 他拿了个手枪 其实他跟我差很远啊 十倍都不止 但是 那说不定他这个手枪 闪电五连边 闪电五连枪 是吧 突然一开枪 那子弹反弹了九回 打中了我的天灵盖 虽然说这个可能性是百万 甚至一亿分之一 但是也是有可能的吧 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所有的最好的防御 就是你把所有的可能性 降到几乎不存在 或者降到零嘛 那这就是这个意义的所在了 所以说大家觉得 你是个安全威胁 并不代表着 觉得你很强大 美国也觉得 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 是个安全威胁啊 委内瑞拉也不会对美国 导致实质威胁 美国也觉得伊朗是呢 伊朗连以色列都不敢碰 他敢碰美国嘛 大家想想就这些人啊 就像你在街上你上去啊 你在首富身上打滚 你说上去骂首富 啪冲的吐个吐嘛 首富肯定不还手 他的保镖可能都不会搭理你 甚至他公司的保安 都最多把你推开 最后主要还是靠警察 把你抓走 但俄罗斯还没落魄到这种程度啊 咱们不是这个意思 咱就单纯就说 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 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说中国在美国人的眼里 威胁程度是10的话啊 俄罗斯最多最多只有2 这是我往多了说了 很多朋友说那不可能了 那他为什么还援助乌克兰 他援助乌克兰 从头到尾他给了多少钱 我就问问你 今儿给了个几十亿 他从头到尾 有没有1500亿的 现在为止 或者有没有个八九百亿 加起来 你说就这点钱够干啥 咱说支援一场战争来说 几百亿够吗 他也就是一个军售案的这种钱嘛 美国一年军费都有七八千亿美元 你看看他给乌克兰的钱 这三年在乌克兰身上花的钱 够不够美国自己的军队 一年在非战争状态下 那几分之一的花销 那都不够 美国在疫情期间内给发的好几轮的救济金 其中的某一轮都不止这么点钱 所以说在美国人眼里 俄罗斯用一个乌克兰去牵制 足够了 我给乌克兰点钱 给点啥 我三四十年都用不着的装备 就已经足够了 这就是俄罗斯人在美国人眼中真实的形象 就像你很多朋友说 那不对 那我上街问美国人 你不用上街问美国人 因为他跟你不熟 又牵扯到种族歧视 他肯定会跟你说 哎呀 这个俄罗斯还是很强大的 如何如何 你找两个跟你认识很多年 很熟的 你们敢说真心话的美国人 你问他俄罗斯现在怎么样 除非是那种完全不了解世界那种 美国三低会觉得 哎呀 这个俄国人 啊 好厉害 还是前苏联时代那种感觉呢 正儿八经儿受过点教育的 都会觉得俄罗斯不算一个什么 太大的威胁了啊 啊 这就跟你问孙新铭似的 大家见过那个孙新铭采访孙铭 问他国足怎么样了吧 哎呀 我都替孙新铭觉得尬 你说孙新铭心里会觉得国足强吗 但你看孙新铭怎么说的 啊 就是中国队很有特点 很强大啊 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球队啊 你这就跟骂人差不多啊 所以说你问美国人 俄罗斯强大不强大 你得到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答案 他会跟你说 不错 因为他看你是中国人嘛 他也不会跟你说实话的 是吧 人不敢告诉你 万一告诉你 你再去闹 你再去告别人 你再去找别人吵架 那不麻烦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就大家知道就好 俄罗斯已经早已不配跟中美一样 坐在桌上玩那个棋盘了 就算早年是这样 现在也早就不是这样了 大家明白吧 有很多国内的朋友啊 我看经常说三国演义 这哪是三国演义啊 从来在美国眼里啊 配跟他竞争的对手只有中国 那俄罗斯算是咋回事啊 所以说啊 我都不太明白 你大家现在国力已经这么强了 为什么还会有人去粉一个实力 远不如自己的外国 这是我从头到尾就不太理解的一个原因啊 但是没办法 人各有志啊 就这种人 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站不起来呢 是吧 这个不过无所谓了啊 人各有志啊 咱们就说到这 大家拜拜